中午 无心医生组接到一个出车任务 一位中年女性 一位脑干出血 需要紧急转院 脑干它管理了我们的呼吸和循环的一个中枢 那边出血的话 随时随地病人就说 呼吸心跳会有停止的这种风险 在脑出血里面算比较危险的一种 就像这种病人发病的 基本上年纪都蛮轻的 不会年纪很大的 病例给我看一下 看了我脑干出血 脑干出血 脑干的出血 就离开这么大面积 脑干出血 很危险的 以前也跟你说过了 对吧 随时随时呼吸心跳要停止的 然后车上震一震的话 就有可能病气会加重 这个你自己要做好准备 你要转的话 就要承担这个风险了 好吧 好吧 你妈妈的名字写一下 你妈妈的名字 慢点 慢点 等我 等我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四 好 好 转一下 头不动 头尽量不动 头尽量不动 主亲要预报 预报 预报 铁路路见中预报 预报华山 病人脑干出血 正在头痛吗 马 哪边马 不动 尽量不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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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拿走 因为当时阿宗身体很不舒服 体温很高 为了不影响这单急救任务 所以说由我驾驶救护车 将病人送往华山医院 你们是哪里人 她是昨天几点钟发病的 前天晚上 前天晚上 前天晚上就帮到医院了 头晕还是什么 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晕到的 一发病就到实院来看了 还是其他医院看过了再过来的 直接过来了 平时高血压有吧 有一点高血压 病人还算清楚 绳子还算清醒 但是不说明他的病就很轻 脑干是控制我们机体 呼吸和心跳的重要器官 一旦脑干出血的话 病人的呼吸和心跳 随时随地会停止 风险还蛮大的 我用手固定住的话 就可以减少患者头部的一个颠簸 防止病情的加重 急救员张兴 目前也是一名间隙急救驾驶员 这次接替阿宗开车 他生怕因为自己的原因 造成病人病情的加重 因此格外小心 当心开车还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他比较急 开得快了一点 下坡的时候会有一点震动 所以说我当时给他提出来了 然后后面以后他就开得比较稳一点 没有那么紧 救护车上面病人 睡在我们单架床上面 尽量地不要颠簸 第一个他们的感受不大舒服 然后我在旁边观察病情的人 也很担心地一个颠簸的话 就会有可能发生病情加重的这些情况 到了 不是 蜂直接电碟 脑干出血 血牙来 吃血牙 血牙 最后一个血牙 144 86 脑干出血 找头肘 腑干出血 欢迎 悄悄? 再上 好 你以后要是要做驾驶员的 有点急性子 要改掉 不能太急 急的有急的病的话 我会跟你说的 你稍微开得快一点 不要的话稍微稳一点 稳住 然后喇叭叫一叫 这个车子油门给的稍微轻一点 因为这个车子重啊 你油门给的再大 它还是提速很慢的 懂吗 你油门给的轻一点 让车子跑起来的速度缓一点 带点轻煞车车速 就马上就下来了 下午就下午就 阿忠他叫了我很多 路口的一个避浪 你要注意的一些小的细节 什么样的情人 他会有这种穿出来的举动 哪个减点你要慢 哪个节点你可以稍微快一点 你要记住 不管有没有病人 你的手上是握着三条人命 不单单是你自己 还有医生 还有丹家勇的生命 道路行事安全 这个是必须要记住的 有时候我还是比较急躁的时候 阿忠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感觉很有用 你在你急躁的时候 你不要去跟自己讲什么 你就跟自己讲 我现在是个旁观者 你用旁观者的眼神 去看待这件事情 我应该怎么样 职位不一样 角色也不一样 当初的我 还没成为实习驾驶员的我 是想我应该辅助医生做什么 辅助驾驶员做什么 现在我的角色要从一个急救员 蜕变成一个驾驶员 那么考虑的问题 是不是应该更加全面一点 这些都是阿忠告诉的